来 你们相信 杜鞭人 真的能救江兄弟一命啊 你老子看 审判根本是蒙人的 我觉得审不审 江兄弟都死定了 我就不明白了 他不是做了我们的火了吗 为啥子还要冒风险一个人越狱来 他不是自己找死吗 我说 你是猪脑子呀 江兄弟他能那么蛮干吗 那他肯定是吊鬼子的犬头来了 如果是野田谁的套 他为什么要背着杜鞭人呢 这很可能就是杜鞭人的一个阴谋 他和野田一个长红脸 一个长白脸 其实我早就想过了 他对江兄弟那个承诺 就是一张死亡通知单 啥子一啥 杜鞭人不是答应江兄弟 只要他完成任务 就把他送出月亮岛吗 你们想想看 月亮岛怎么可能开这种先例呢 所以 杜鞭人兑现承诺的时候 就是江兄弟大难临头的时候了 杜鞭人 他妈太阴险了 明白六号 你们说 现在搞个什么公开审判 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样 053号 三百六号 你被抽中到陪审了 出来 零班零号 你也被抽中了 出来吧 快点 走 你知道这十一个人是什么人吗 是个男人一个女人吗 本人叫凌木 君是法庆法官 受杜鞭人邀请 担任本次审判主审 希望与诸位合作愉快 把被告人带着来 是 一个民族要真正战胜另一个民族 不能完全依靠军事实力 更需要功名的智慧 能不能够动作愉快 能够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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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爹娘给我起的名字 我叫江福顺 我不叫三号 三号 你袭击看守 企图越狱 严重违反了月亮岛的玉规 如果你想得到公证的审判 就把事情经过 如实陈述一下 放屁 你们就是想 舍圈套弄死我 来啊 好了 我现在要跟你说正事 你只有三分钟知道吗 我必须提醒你 等你打开铁门的时候 警报就会自动拉响 不明真相的警卫 就会迅速赶到 所以 你要充分地利用这三分钟 到达岸上 马上找玉触传 你得明白 不 这肯定是屠服社的陷阱 我该怎么办 你傻了 怎么 还不赶快跑 难道说 你要放弃 这个难得的机会吗 反正横竖都是死 我干嘛不试试冤机 放开 我再提醒你 赶快过去 只有三分钟 谢谢太隽 来 啊 别动 别动 八杆 还想跑 把他带动 起来 起来 三号 你为什么不说话 难道你听不懂 我说的中国话吗 我听得懂中国话 但是我听不懂 畜生讲的中国话 你们能听得懂 畜生说的中国话吗 三号 你是不是不想活了 想活 因为我是人 是人都想活 可是你们杀了 成千上万的中国人 你们问过他们想活吗 没有吧 所以你们是畜生 三号 注意你的态度 这是法庭 法庭秉持的是公正 公正 狗屁公正 扒开 你们不就是 贾行星的演一场戏 想要弄死我吗 甭费劲了 直接开枪不就行了吗 开枪啊 来啊 既然当事人拒绝为自己辩护 法庭就直接进入 陪审船投票程序 把当事人带下去吧 是 起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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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h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你们面前有一张纸和一支笔 请做出你们的最终裁决 认为无罪的请花圆圈 认为有罪的请打叉 现在开始吧 现在开始投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现在我宣布 陪审团的投票结果 五票认为有罪 四票认为无罪 两票弃罪 现在根据陪审团的意见 裁决如下 三号袭击看守 暴力越狱 罪名成立 判决死刑 询队中 你们已经履行了法律赋予你们的权力和义务 审判到此结束 多谢诸位合作 不 这不可能 这位女士请你遵守法庭的秩序 这一定有问题 我要求开箱验票 对不起 这不符合法律程序 放屁 这是你们早就设计好的圈套 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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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箱验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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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给我们验票 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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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箱验票 抗议 抗议 我们要求开箱验票 开箱验票 抗议 开箱验票 抗议 抗议 面对人类最无耻的卑劣行径 刘墨阳没有发出一声抗议 因为他知道 敌我之间没有王道 更没有功力 口头的抗议 毫无意义 行动才是通向自由的王道 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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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箱验票 抗议 抗议 开箱验票 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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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江福顺的死 给了刘墨阳极大的触动 他更加迫切地 想要为所有月亮岛上的同胞 做点什么 总有一天 老子要杀了渡边人和那个屠夫 替江兄弟报仇 王叔 你们都是陪审 给江兄弟画的都是权 怎么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结果早就决定好了 那些审判员 不过是个白事而已 对 渡边人的计谋 话什么都不惯用 渡边人这次选中的陪审员 是平时最不信任 最不放心的人 他把这些人召集在一起 当陪审员 他的目的 就是要嫁祸给我们 让所有的老公都认为江兄弟 是我们给害死的 他是想用这个方法 建立所有的老公 这个渡边人 太狡猾了 都不愿意 我再也不愿意 我再也不愿意 可以 你这个人 你这人 你这个人 好 三号完全没什么价值啊 可是我现在明白了 您这样做 不但公开惩罚了三号 而且让他们相互猜疑 只有这样他们才会内讧 对我们的管理 就越来越简单了 这正是我想达到的目的 十一个陪审员 每一个人 都是各监社的危险分子 经过这件事以后 他们就变成了 杀害自己同胞的凶手 那么 还有什么劳工 愿意相信他们呢 殿一长 我还是要夸你啊 你简直太精明了 我真是望尘莫及啊 这只是刚刚开始 我最终的目标 是要把他们每个人 都变成天皇的顺民和机器 你放心 为了这个目标 我也会极具权力的 月亮岛现在的安保形势 变得非常好 我决定 采取更加人性的态度 对待他们 我要驱除他们的脚料 您的意思是说 你要牢牢地 给他们带上精神枷锁 你 你说得对 叶田军 看来你进步不少 看看吧 现在的月亮岛 就像一潭死水 再也没有兴风作浪的月亮 产量也提高了辆车啊 月天 我现在觉得 劳工中有组织月遇的风险 已经消除了 我们接下来的管制重点就是 给他们洗脑 从明天开始 再给他们松松绑 明天把这道铁丝网 全部拆了 渡边人就是这么说的 你们要是不相信 那就看 他们明天是不是真的拆了 那道铁丝网 你们说 渡边人真会对我们发散心啊 你想得没 谁知道这渡边人肚子里 撞了多少坏水 兄弟 你怎么看 渡边人约是放松管制 我们远不能放松 他不是要离间我们吗 那咱们就将计就计 暗地里推进月雨计划 不是 你说的具体点 渡边人不是想让咱们驯服吗 我们装得非常驯服 麻痹渡边人 这样我们就有机会 现在我把这几天搜集的情报 向大家说一下 一定要记在心里 王三 小心 不关键 我计算 不关键 就是 扇刺型结构 看守台 胜于原心 牢房呈现状 朝三个方向辐射 每个方向是二十五个剑蛇 也就是说 一个看守 以无死巧意 监视八十个剑区 这样的射击 非常利于看守 以最少的人数 监视最多的囚犯 牢房的任何一层 都安装了一道铁扎门 看守是三半只 每八个小时轮返一次 一共有一百二十名看守 十二名看守长 你看 每当月光 找到这个记号的时候 所有的看守 都会同时换卡 现在 每一层都安装了铁扎门 多别人 已经用电 把这些铁扎门 联系在一起 也就是说 一旦有突发事件发生 任何一名看守 只要按下定用 所有的铁扎门 都会在五秒之内 同时关闭 你还能够在一起 在岛的外面 有三支巡逻队 每一支都有二十五名 装备精良的卫兵 在岛的周围 还有六个看守塔 每一个看守塔上面 都有一艇 歪把子机枪 火力强大 他们的交叉火力 可以覆盖全岛 完全没有死角 到现在为止 没有一个桃狱的兄弟 能逃过这六顶机枪的 交叉火力 本来监狱的南口 是通向岛边的 唯一出口 可是渡边人 在给劳工放风的同时 又在南面 增加了一道劫垒 上面有一顶机枪 也就是说 现在的南口 相当于一道 透明的枪 但是没有一丝一毫的缝隙 我想到现在为止 应该没有一个人 能越过那堵墙 我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要找到 整所监狱 最最薄弱的地方 然后想办法击破它 这样越狱计划 才可以一举成功 我说的这些 大家都记住了吗 厉害啊 这些你都是 咋个记住的 这不重要 兄弟 你说该怎么做 咱们以后 都听你的 对 肉脖器 材料拼接的地方 就是最薄弱的环节 雲梁刀 而且有开採垃可以缝取出 实际上 却藏匿着许多薄弱点 找出他的薄弱点 就能够找到突破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吃饭了 吃饭了 零二九 咱二九 你吃饭了 咱二九 你吃饭了 坦 你吃饭了 我手 � 我肥 干啥子嘛 浪费哟 刘爷 兄弟 咱不着急 这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来 别烦他了 这也不是一天一天的事情 来 别烦他了 来 别烦他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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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的老公 如何摆脱交叉霍丽王得以突围呢 月亮道的薄弱环节 到底在哪里 来 双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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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他们几个都叫起来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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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好 来 来 来 兄弟们 我最近啊 犯了一个错误 我老想着怎么出去 可我忽略了一点 风暴的中心 是最平静的 这 什么意思啊 你想想 月亮道 最强大的地方在哪里 是那六挺机枪 组成的交叉火力王 没错 就是那六挺机枪 如果 我们让这六挺机枪 迎接不下 是不是 就在无形之中 推倒了这堵枪 老子是从枪林待遇里出来的 我知道那六挺机枪意味着什么 他们怎么会迎接不下 除非 掉转枪口 要的就是这样 这就是我的想法 想要掉转枪口 除非 想办法吸引他们的火力 没错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 吸引他们的火力 然后枪口对准 比方说 掉到枪边 那么 我们就等于把这座监狱 撕开了一道口子 可是拿什么吸 鬼子又不傻 如果 在月亮岛外 有人攻击 那岛上的机枪 是不是得掉转枪口 去阻挡外援的进攻 这个时候 所有的劳工 就会有机会冲破封锁线 而我们劳工的数量 是他们看守的十倍 只要我们速度够快 一举触破 我相信一定会有机会 那谁能够在外面 给咱们做外援呢 我们计划的第一步 就是我们一定要想办法 跟外界取得联络 哪可难了 这月亮岛 别说是人了 就连一只苍蝇都飞不出去 怎么跟外界联络 我有办法 什么办法 我们这样 院长 来了 苏靖呢 我要跟你说件事情 最近班诊伤寒流行 北京 成都 上海 都已经传播开了 前段时间呢 学院奉鸟尾将军之命 赶着监制了一批 班诊伤寒疫苗 现在鸟尾又说了 要把这些疫苗 全部用在日本军人的 防治线上 你看这个事 那这件事情 有什么反常的地方吗 要光是这样也就罢了 可是我发现 这些疫苗 是给关东防疫指挥部研制的 你是说那个 做活体实验的细菌部队 是啊 他们拿活生生的人体做实验 日本人真是太惨无人道了 自从有了这个细菌部队 整个关东地区多个村庄 人口失踪的事情实有发生 据说 都是被抓到细菌工厂 做活体实验了 这个伤寒疫苗实有八九 也是用咱们中国人的活体 做实验而培育出来的 咱们医学院承担了一定量的生产任务 可现在又把这些疫苗 用在日本人身上 我这心里头 别提多赌了 我总感觉到 我自己就是残害我们同胞的 帮凶啊 院长 你说 梦阳他无缘无故地 消失得无影无踪 是不是被抓去做活体实验了 那不可能 那绝对不可能 你想想 他们绝对不会这么远跑来抓人的 你别自己吓唬自己 这绝不可能 那就好 那就好 雅子小姐 我刚接到军需部的电话 在北方爆发了伤寒 为了不使我们帝国的军人 因为伤寒的病毒而失去战斗力 所以军需部有一批疫苗 到达我们的月亮岛 这批疫苗只要一上岛 请你立刻给这里所有的守卫 还有士兵进行注射 可是典狱长 你有什么意见吗 如果只给看守和卫兵接种 要是病毒在劳工们中间 传播开来怎么办 疫苗的数量有限 我现在只能严格地保证 我们自己的军人 至于那些劳工们 如果要是有人感染 就把他们隔离起来 如果是病情严重的 就可以结束他们的生命 你还有什么意见呢 没有了 属下坚决执行命令 你看这戒指 对 你这枚戒指怎么长得这么老古董啊 兄弟 你想到跟外界的联络方法了 对 我想到一个方法 来来 但这个计划非常冒险 兄弟们 我找到了 我找到月亮岛的漏洞啊 真的 在哪儿啊 漏洞在哪儿啊 你真的打算这么看 对 这是到目前为止 唯一想到的办法 这不是在跟小日本玩过家家呀 这是性命攸关的事情 关乎到几百条人命啊 正是因为 关乎到几百条人命 我必须冒这个性 反正我觉得性不同 尚小 不试一试 怎么知道性不同啊 就算是千分之一的机会 我也要尝试一下 反正我是不同意 兄弟们 干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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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我还是有点担心 你这人咋总破冷水 这时候有人破的冷水 没什么坏处 穿上架 你说 我们要从义武士突破 首先就得进义武士 一个人可以装病什么的 可咱们这么多人 怎么进 我告诉你吧 这都不算问题 我早就想好了 只要时机一到 兄弟们 咱们就能给他冲出去了 好 尚小 这件事情虽然有危险 但是我们必须试一试 如果我们放弃 那岛上几百号的兄弟怎么办 你让他们白白等死吗 但这个女医生 真的能相信吗 万一她反过来咬我们一口 出卖我们 我们岂不就全完了 这话有道理 不管怎么说 那个女医生是鬼子的人 咱把身家性命 都交到她手上 我看有点悬 我说 刘爷 我相信你那脑袋瓜子 比我得好几百倍了 但是这个事我看 还是慎重考虑考虑 考虑考虑 大伙放心吧 我已经想好了 第一 接触这么长时间了 我觉得她很有同情心 即便是她不帮我们 也不会出卖我们 第二 这退一万步来讲 就算她跟渡边人告密了 也没关系 不会连累到大伙儿 也不会连累到月宇计划 我会给她做一个伪装 让她觉得这件事情 是我个人的遗愿 你又打算自己承担 只有这一个办法 上下必须冒这个险 对 对 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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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